二人月的科技盛世 我们要看到是MWC的行动通讯大展现 进入最后倒数了 那么25号将会在巴塞隆纳来举行 那么现在各家大厂的平板新品 也都陆续曝光 那么华硕将会秀出它7寸的崩配 那么还找来了老大哥Intel来助阵 那么最受瞩目的韩国三星 则准备推出它的Note 8 那么荧幕有8寸大小 看起来像是Note 2的放大版 而过去的手机龙头霸主Nokia 这次也来参与Color 它将要推出Win 8平板来应战 银色金属太空说 降落在西班牙巴塞隆纳 华硕为MWC拍的宣传影片很新奇 网站讲明了Pad和Phone 平板跟手机要结合在一起 继续大搞变形 而名字也曝了光 就叫做PhonePad 全球认证论坛 刚刚公布的这一台华硕新平板 PhonePad 采用铝制机身设计 以及Intel处理器 1GB的记忆体 7寸萤幕 据传就是2013年MWC上 华硕准备发表的新品 市场上也蛮关注的 因为主要它是第一台采用 Atom的处理器的那个 Android平板电脑 对Intel来说是一个很 比较特殊的那个 新的里程碑 强小平板市场 当然对手也不甘示弱 三星的Galaxy Note 8.0 据传也会在MWC上亮相 我用上的10G照曝光 不仅有S-Pen触控比 机身厚度只有7.95公里 重量330克 摆在Note 2旁边 就像大小双兄弟 我自己是Note 2的用户 那我会比较关注在Note 8.0部分 因为它可能 它是一台比较 拥有S-Pen的那个平板电脑 看准小平板优势 过去的手机用头霸主 Nokia也来参与咖 日前一场官方发表会上 宣传影片意外出现了新平板 还是采用Windows 8作为系统 据传可能是10.1吋 也有可能会抢推7吋 几家大厂纯纯运动 心机不断曝光 也让人秀出平板市场 这浓浓的火药味 东西产音新闻众报导